最近经常能看到躺平这个词 到底什么是躺平呢 我觉得就是指无论周围环境怎么变化 内心都毫无波澜 不再渴求世俗的成功了 看着像是妥协 但我理解也算是对内卷的无省反抗吧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 就是选择走向边缘 走向佛系 什么结婚生子 加班生职 买房买车 通通见鬼去吧 不如直接躺平 无依无求 来得舒服 躺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词 是源于上周末和巧巧的一次潘家园之行 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 我们遇到了一位摊主 大概五十多岁的样子 很健谈 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旧货的事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 他说他有时候晚上十一点多就到了潘家园 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晚上六点 才车摊 差不多连续十八个小时 潘家园旧货市场因为在户外 夏天别说空调 连风都很难吹进来 温热无比 就这样连续熬十几个小时 还得经常面对买家各种各样疯狂的砍价 用身心俱疲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这位大叔非常乐观 说话总带着笑容 也并不觉得累 想必他从没想过躺平这件事吧 像大叔这个年纪的摊主 在潘家园应该不是少数 旧货市场里有些摊主 甚至都已经是满头白发 每到中午 他们就会靠在自己的旧书堆上 小气一会儿 他们尚且如此努力 在这个内眷化的时代 年轻人又有什么资格选择躺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